高雄市推动共享运据已经是越来越被接受了 但是也因为接触的人是来自四面八方 在全面防疫期间让人质疑是否有落实清洁还有消毒工作 高雄市有一家共享电动自行车的业者 为了要表达力挺防疫的决心 除了在车内备妥各种的防疫物资 并且也定期消毒之外 更宣布在三月底之前 医护人员可以免费租借来感谢他们的辛劳 拿出手机依照APP上的指示 就能轻松找到车辆并且发动骑程 高雄这间共享电动自行车引进一年来 目前车辆数已经达到一千台 逐渐成为市区新型的公共交通模式 也因此车身消毒清洁更加重要 这消毒液就是基本上就是 现在很多人会担心说这个车是不是都干净 我们是定期会清理 除了抛弃式头套用过即可丢弃之外 置物箱里的消毒液让使用者可以轻松完成车身消毒 而面对新冠疫情这看不见的病毒 民众在使用上可以更加放心 消毒液或者一些消毒的湿纸巾 会拿来擦这样子 比如说擦一些手把或者安全帽的部分 车子确保是非常非常干净跟卫生的 那我们车子有提供免费的一次性的帽套 同时我们会清理的人会定期用酒精来去消毒 一千辆共享电动自行车 车上全部附上消毒液 保护自己也保护下一位的使用者 而业者为了表达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的辛劳 三月底前也全面免费使用 我们也会去帮忙一些医疗人员 使用我们的交流工具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内 所有医疗人员使用我们的交流工具是免费的 我们希望说鼓励他们 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很辛苦 他们在下班以后 有很便利的交流工具又很安全的 因为我们的交流工具相对于大众交流工具 是比较安全的 而在疫情期间 共享电动自行车使用量大增 业者研判跟民众担心 密闭是大众运输感染机会高有关 多一分准备也能多一分保护 业者期待共享运具能在高雄开花结果 除了做到环保减碳之外 也要力挺高雄防疫到底 记者王思武 潘志光采访报导 早安